但是知道有多少物质一定有多少凡物质是给它相费的 这一阴一阳我不知道古人早都说了 有多少阳一定有多少阴应给它相费的 但是它找不到在哪里 所以是那么为什么主圣先贤居然能够通过 不是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就能把这些东西早都演示成一个哲学原理再传承出来的 这是一个秘密 这个学问我们在研究方法论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原来人类的所有的学问可以归为两个大别 一大类学问是你可以借助外在的东西进行实验 以及进行论证或者做一些东西作证的 但这个系统就是什么 我们叫外球法 你要介入什么 你要介入X光 介入非条仪 你能看到一些东西 这个你自己不能看 所以你必须介入这些仪器 你介入这个手机 你才能够明无线电的存在 然后你一国朋友的电话 它在美国马上就打工 因为无线电讯号 这些东西要从通过外在的一些手段 才能证明这个东西的存在 那这个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外球法 那么古代科学家为什么早就发现了阴阳四项八卦这些原理呢 那个时候没有这些技术手段啊 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验证了这些东西是事实真相 是不是 是释迦牟尼他一再强调他大家迷信他 他一再强调他所说的是古佛所说的 不单是古佛所说的也是未来佛也要这样说的 他说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是宇宙人生之实相 实相你说是这个样的 我看也是这个样的 就像这个笔是黑的 头是黑的 你看是黑的 我看也是黑的 事实就是事实 不是说因为张教授说是黑的 然后我们就跟着说黑的 那叫植土为马 那个成语 你们都不知道 不是 但是事实真相是圣者们早就看到的 那圣者们通过什么方法做到了呢 所以是他们通过一个内求法 就把自己的把外面的大宇宙 向自己的身内来使用 而得到了内求法 所以是佛头在他的经中告诉我们说 如果一个人离开自己的身体去求苦啼 是人性邪道 也就是说你们离开你们这个实验室 就是向外去求一种觉悟 向外去求一种成果 向外去求宇宙人生的实现 你是行邪道 离开身体去求 叫外求 然后行邪道 叫邪门外道 为什么 你要大量的金钱 30亿 30亿美金 你才能做一个强子对撞的实验 那要巨大的资本的消耗 就走错了路了 但是古人不是这样的 你还说藏命修行人 他可以通过内明点的寻求 在体内寻找那个明点 来寻找阴阳通创点 在那个地方产生凝聚力 使更多的明点产生聚合层光 最后成熟离子 这就是藏命修行的秘诀 就是他修明点 那他是搞内对撞 就是在体内进行强子对撞机的对撞 还是阴阳当地 生成光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所以我们真正交给大家的 不是你要花30亿美元去建一个强子对撞机 还是听说现在上太空的飞船的票是2亿美金一张 我们不是交给你这个方法 而是交给你面对的 你要通过自己的身体 来做这些科学实验 然后通过自己的身体 里面培养出一个身外身 可以不用什么 飞船票 你就可以自由地凹翔在虚空中 今天的太空飞船 根本就不能靠近太阳 靠近太阳就化了灰烬 但是你的身外身出体之后 你可以进入太阳系的 那个太阳里面去练 在太阳里面去练 去像孙悟空去练自己的 那个八卦龙龙 练自己的火眼精精 所以这些 你们现在的精神都够学了 所以叫学来学 你可以无中生有 换句话说 你可以对自己精神是彻底的改造 因为你可以把自己 体力去的东西给它造出来 所以是佛把告诉我们 心是万法的原因 心能够陷害它 但是它更重要的心能 是什么 造的万法 所以达摩到中国去 只背了两本书 金刚经跟任切经 然后但是它在传法的时候 它说达摩西来无一字 它一个字不让你去背诵 诵经 它不让你 它叫你什么 全凭心意下功夫 就在心能意上下功夫 你就可以正母禅宗的 立地成佛的方法 这是不理文字 教外别禅 大家不要在文字中去求这些东西 而是要求这种旋之又旋 众妙之门的无中生有的高级套法 这是玄学的总端 也就是说什么是玄学 玄学是生命密码的学问 这知道什么是玄 也就是双玄 也就是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是研究生命密码的学问 统称为玄学 那么这里面为什么要研究它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让所有的碱基配对 全部放光明 然后你这个基因就是什么 基因就是健康基因 然后身处的细胞就是健康的细胞 就是光明的细胞 然后光明的细胞生出的脏气 就是光鲜的脏气 光鲜的脏气最后总合成你的身体 你就是一个健康的充满着活力的生命 这就是抓住它的密码 所以我们真正的今天很多科学家 在生物科技 生物DNA上有很大的发展 你们知道基因 基因的一些在动物的改良 跟植物的改良上已经被应用了 叫基因价值方法 但是我们在人类的 人的身上的基因的改良 目前它是被禁止的 因此它怕人的伦理被受到一些破坏 所以是被禁止的 但是在古代早都不用这个 今天很笨的实验室的方法 而是通过自己进入体内的基因的密码 和改造的方法使你光明起来 这个就是玄学的 这里是玄子有玄学的 所以什么是玄学 所以我们被玄学证明 我们的玄学大会要被玄学证明 就是玄学是大雅之堂的学问 也就是你真正听不懂 听不懂这些高深理论的人 还真不能学学学 不是你能够去书店买一本书 搞三个月 你就是学学大师 然后可以挂牌的 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有这样的 实际上不是欧洲 现在全天下几乎都是这样学学学的 怎么学欧洲的风水管特别的多 你去欧洲一个典型的 现在在英国、德国、法国、瑞士 随便走到大际上 就是风水 风水 然后他们用风、风诗为水 就成败了 叫风水 然后进去跟他们一个江湖对招 我们这风诗诗叫华山论剑 然后跟他去对招看他的诗诚 居然在香港学了六个月 然后回来一开风水店 所以你们应该跟他们去学 那些六个月就可以毕业 而我跟我的老师去二十年还没毕业 还在跟他学 但是因为我们是有传承的 就是师徒传承的 就是有口诀、有诗证 让你亲自去体验 你要到一个山上去找那个龙穴 叫达坎鱼 就是这个山上滑山的整个的血在哪儿 阿尔卑斯山的整个的心脏在哪里 师父要带着你上山 然后站在高山上 然后一来无余的时候 让你自己去找 找不到师父点点点 说你看那个地方 是什么东西 一看原来是阿尔卑斯山的心脏 然后去那个地方 它对应着你的心 心有点毛病的 很快就出风了 这个叫学学 这个叫大的坎鱼学 这个叫大坤学 阿尔卑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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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시죠? 感谢观看